大家好,我是夏宜南 我是陈小时律师 我们这个月呢终于要讲大家最想看的这个数据 那我们讲的是2024年的4月份的数据 和大家最关注的失业率 那夏老师请您跟我们讲一下最近的市场怎么样呢 正好就今天出了加拿大最新的工作失业率的情况 我们今天先从这讲一下 那最近加拿大的新的工作增加的比预想的多了很多 在4月份 所以说现在让咱们6月份降息的可能性稍稍的小了一点 这是这两天大家特别关心的事 陈律师我记得你还猜6月份是降息的对吧 我还是这样子猜 陈律师还是相信他的判断 但目前的话呢这个最新的失业率的数字 会让6月降息概率稍微小一点点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 大家看屏幕上 4月份的失业率还是6.1%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新的增加的工作 比上个月多了很多 增加了9万个工作 那夏天来了吗 嗯 他其实但是你看去年夏天他也没有加这么多呀 你以为去年夏天是特别差吗 你不能拿去年夏天看 对就总之这次就是说他这个工作增加的数量 是远远超过这些分析师的预测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让大家就吓了一跳 对吧 那么目前美国的失业率 最新的数据也是3.9 跟之前的几个月差不太多 都是在3.9这个水平 美国4月加的新的工作的数量 反而比前几个月稍微少了一点 是17万5个新的工作 所以说就这过去的就是这一周吧 对于美国可能之前是觉得美国肯定不降息 现在通过这个的话呢 觉得美国可能今年至少今年会降息的概率 又稍微大了一点点 因为他的工作环境可能就业环境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加拿大这个月就感觉比想象的好很多 我们可以看就今天这个消息一出来 咱们的这个bond yield就直接跳上去了 而且到了今天下午5点 还是保持着挺高的一个范围 说明大伙觉得 那加拿大6月份有可能就降息的概率又低了 所以我们的bond yield就高了嘛 对吧 那么这个月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大家其实本来是大家觉得这个降息概率挺高的 结果最近这几天突然又觉得有可能概率又小了 对吧 所以这也是大家就是心情在不断的变换 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就业率的这个数字一出来 很多这个本地的主流媒体都在报道 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 就是说你看financial post报道 说looney surges 就加币今天看到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数量 加币还跳涨了一下 你看今天这一天就这么跳了一下 对吧 那么这一个月也是起起伏伏的 就大家的一个心理啊 就是过山车一样 觉得一会儿降一会儿不降的 对吧 那么今天的这个 9万个新的工作 跟预想的这个2万套 确实是高了很多 但是为啥失业率还是6.1呢 因为那工作是假的 工作不假 但是咱们的加拿大的人数增长是真 你看他写的 population growing at a feverish pace 就是发烧一样的在增加这个总人口 对吧 所以说虽然工作长了很多 那总人口也多了 所以失业率还是保持6.1 对 那么唯一让我们现在觉得 这个可能通胀还是比较控制住的 是这个wage growth 就是工资的增长 比上个月稍微慢了一点 这个月是4.7%的增长 之前是5.1 对吧 就是工资的增长的速度 开始就是放缓一点 对吧 所以这也是觉得我们通胀 更能被控制住的一个 现象 所以说他觉得还是 还是乐观的 对有可能这个未来会降息 那么他的结果就是说 总体来讲就是这么多的新工作 说明咱们加拿大的雇主 还是可以再增加一些雇员的 对吧 还是在招人 虽然的话呢 整体的这个labor market 给大家的工资增长啊 各方面还是比较弱的 对吧 但是虽然在高的利息环境下 咱们加拿大的雇主还是能继续招人 那么这也是加拿大的经济 总体还可以的一个表现 那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太单方面的看它 因为我觉得很多雇主在家人是因为他们觉得 就是他们在预判这个economy会更好 所以他可能只是想招人准备着 然后过两个月布好了 你猜他干嘛 三个月内的吗 试用期 就招了很多试用期对吧 那其实确实他这次的增加的这个9万个工作 里面有4万是full time的 然后有5万主要的还是part time的工作 对啊 夏天来压榨一下学生 压榨一下试用期 然后再过三个月拜拜 对对 所以说这个的数字的话呢 也确实大家要就是说带这个滤镜去看 那很有可能它只是一个昙花一现 对吧 那么后面可能经济改不好还是不好 那总体来讲 金融市场对于今天这个消息的反应 是把6月份降息的可能性 从54%降到了42% 对吧 觉得可能6月份降息概率又小了一点点 所以咱说加拿大哈 美国就是概率就小很多很多 那么market fully pricing in the cut in September 所以就如果你今天问金融市场的人 那么金融市场的用钱投票的 结果就是9月 加拿大也是9月份降息 就是他们3月份说6月降息 然后6月份说9月 那不就是说明天后天怎么会下雨的吗 那你永远都是对的 去年就是说哎呀6月份不会加息了 结果去年6月份怕一加 整个市场就往下跌 对吧 所以说今年的话呢 如果6月份不降息的话 我估计后半年市场也会比较难 这个是一个感觉哈 但目前最重要的6月份 到底会不会降息的决定因素 很多经济学家 就是说是过两天5月21号 会出现的这个4月份的通胀率的这个数字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判断到底要不要降息加息 就很像你知道高中的时候你要读那些作文 然后老是问你就是作者的理念 然后作者就是好比央行嘛 其实要作者都不知道他们是有这个理念的 就是过分解读 对就央行现在也不知道 是 央行他确实他也是走一步看一步 对吧 每一个新的数字出来都会调整他们的一些看法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呢 如果说5月21号出来的通胀数据 the core inflation 核心通胀会继续大幅度下降的话 对吧 你看serious cool 就是认真的下降 对吧 那么他上次是2%嘛 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的这个预期范围了 如果还继续降 比如说1%点几的核心通胀的话 那么6月5号就真的很可能 加拿大提前先降一点 像陈律上的说可能降个0.25 对吧 美国不降 加拿大提前降 这个是有可能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下期节目来给大家揭晓 这个核心通胀的这个数字 到时候我们做一个预判 6月5号到底会不会降息 那说到加拿大的这个工作 其实另外一个报道 就是Better Dwelling 他们出的一个数据 他没有看这个就是失业率 他就是看失业的人数 他把整个多伦多失业人数加起来 目前呢 他说这个失业人数是总总和是29万4 将近30万吧 那么他这个数字就跟2009年 当时金融危机的时候 就比较类似 他说如果把这些人数 都放到一个城市里面 那么这个城市 比这个Saskatoon还要大 但是他这个统计呢 2020年 简直就是Great Depression 2020年的时候 哇 这个 这个是 怎么说呢 他 他这疫情期间嘛 他的计算统计方法 不太 不太准确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大家不是很 特别认真 对于这个 这叫Heinstein 2020 返回看 都是清晰的 那所以总体来讲 现在就是6月份降息的可能性 又降低了一点 那么咱们的市场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今天数据减分晓 那陈女士 你觉得4月份整体市场感觉如何 哇 我觉得还行 主要是因为 我这边呢 就是5月份的单很多是来源于3月4月的嘛 所以我5月份忙 所以我就觉得4月份还行 但是如果我往前看6月份的话 6月份的单是肯定是来源于4月份 6月的单就一般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 就是 就是勉强这样的 嗯 对 4月份整体是这么个状态 就是买家还是不少 但是卖家多了很多 所以说 造成一个井喷的状态 井喷啥呢 库存量 这是4月份的一个主要的话题 就是卖家之间的竞争 就这一个月大幅度上架 我们看一下屏幕上的数据 这个图就是 之前没看过这个颜色 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 2023是这个红线 2024是这个绿线 相当于我们就是看一下 目前的1234这4个月 对比去年的整个一年 它的这个走势状况 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井喷的 这个状态 你看就是中间的这个 库存量 这条绿线 你看是不是比去年高了很多 对吧 目前的总的库存量是 18000套 那么去年的同期 2023年4月份是1万套 多了8000套 对吧 那么不光是跟去年比 你看有很大的一个跳涨 跟上个月比 就跟三月份比 也跳了很多 你看三月份是 12400套 现在是18000套 比上个月跳6000套上了 但你知道 逻辑上来说 你会觉得就是按经济学来说 那么多的卖家 那肯定是价格就应该下来 但是我有些经济朋友就跟我说 他们最近做单就特别难 因为卖家多了那么多 所以说买家就有很多选择 所以不愿意给那么高的价 但是卖家还特别降 就是不愿意给低价 对 所以就整个市场 就是他们就觉得两边都不好做人 僵持不下 这种情况就叫学名 叫有价无市 就是卖家心里还没有崩溃 大部分卖家还比较hopeful 哎呀快降息了 对吧 哎呀明年市场会更好 我现在价钱好就卖 价钱不好我就出租 因为租房市场还不错嘛 对吧 所以说卖家心里还没有崩溃掉 当然有少数卖家可能压力很大的 对吧 但是目前很建卖房子的还不常见 买家像你说的都觉得观望 对吧 就是看房的人很多 每次你看我们开open house 忽央忽央的人来 最后可能就两三个offer 对吧 不像以前可能offer offer那天能来个十个二十个offer 就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 现在就是超过五个offer都很少见 对即使你叫价很低 所以目前其实卖房的策略 跟一二月份很火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我们一会举个案例 跟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卖房的时候 现在策略要做一些小的调整 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个买家 不愿意出价对吧 确实在这个销售量 也能体现出来一点 你看去年的四月份是7500套销售量 然后刚刚过去的这个四月份是7100套 也就比去年还少了400多套的买家 对吧 所以买家比去年少 那看这个库存量就知道 卖家肯定比去年多 而且还是多不少 所以你看new listing 卖家就比去年多了很多 17000个卖家上市 去年是11000个卖家 对吧 所以这个买家少了 卖家多了 那库存这么紧喷的状态也很正常 那么如果说库存多了 买家少了 那月花库存量会怎么样 我已经讲库存多了 买家少了 月花库存量就会大幅度增加 对啊 所以说你看月花库存量 从去年你看下半年 去年9月份 10月份到达4.1 4.2最高 但其实过去的四个月一直是下降的 你看这个率线一直到了这个3月份 都是从去年下半年的4.2 降到了3月份的1.9 一路下降 说明市场一路在转好 对吧 就刚刚过去的这个4月份 又反弹了 反弹到了2.5 但是要是我的话也不会敢在降息前面这个 就potential降息前面这个节骨眼买房 因为这个节骨眼真的很容易后悔 你知道吗 买房 其实很多人他现在买房 他是说不希望降息之后 比如说真的降息了 6月份降了0.25 可能出来一波买家跟他抢 但你不知道那万一他不降息呢 大家很多人就真的崩溃了 他就会开始贱买 所以我现在买我很容易后悔 有这种情况 所以这就是这个每个人对于市场的判断不同 对吧 就像你说的谁也不知道样本在想什么 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有一把尺 对吧 咱们的观众也经常说 哎呀 这个6月份肯定降息 或6月份肯定不降息 这种东西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我们也无法说任何肯定 但是每个人心里他的想法是有一个方向的 所以说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就是他笃定6月份不降息 那我不想现在买就后悔 我要等一等 但很多人觉得6月份会降 对吧 就是毕竟你看金融市场 还是觉得6月份40%概率会降 对吧 所以这拨人其实会觉得 那我现在买了 总比到时候开始降了再买 会更好一点 但我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比较 没有那么理智 就是我宁愿是 比如说我错过了 跟着大家一起悔过 也不愿意是我 就是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那个感觉会更差 对 就是说你想宁愿跟大家一起去抢 就大家都赶紧去买吧 你买我也买 觉得咱们都是一样的 反正一起的 都是一起的 对反正多加5万块钱就多加了 对吧 反正市场应该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至少你的确定性更多 你感觉这个市场要往好的方向走了 所以你买的其实是更放心一点 虽然贵一点 对啊 而且强大的房子就觉得挺开心的 就是我是这个时候我入手还挺快的 你看一降息我就立刻买到了 但是我如果现在买了 然后结果他又不降息的话 那种悔恨就是我觉得会太strong了 是 这个就是确实每个人的这种感受 对于风险的判断不一样 但有些人比如说打个比方 你现在想买自住房 比如说你正好就能够到 比如说150万的房子 然后你就花了你所有的积蓄 对吧 贷款什么的全都最大化了 正好现在的房子150万你能买到 你想要那个那个那个款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想了 我万一买贵了 现在大不了他降到145 140 但是的话呢 我又自住嘛 我也不会说马上就卖的 对吧 我肯定五年十年以后 那还是比现在贵 但我房子至少可以开始住了 但如果我等到大家都去抢的时候 他从150 150涨到哪怕155 160 我没这么多 因为我贷款已经到头了 我再多5万全都是首付 对吧 我不能冒这个风险 到时候万一再高5万 我真的就没这个首付了 在这个时候 他是跟你相反的这种心情 他怕再涨 他怕强起来 他趁现在能买赶紧买 对吧 投资客 就会希望就是 我即使万一真的错过了一点 至少我等到了降息 那我新的利息至少也是低的吗 没低多少 0.25 他就降的话也不会降很多 我 那万一你拿到special offer呢 你看就这一个月 你说是说没多少 这一个月 我从上一次 我跟大家讲是在五点几到六点几的那个范围 最近进来签的客户4.99的4.8的多了 是 最近咱们不是说看这一个月 那个Bond yield再往下走吗 对吧 那确实有一些固定利率 就这个月他会拿到一些更好看的 对啊 上一个月5.5的客户 这个月比如说你4.99 这0.5 这两三年对于投资人来说 是很不同的 对 所以投资人和自住者 他还是心理上有一点点区别 因为投资人他没有高兴 这个房子错过就错过了 对吧 就算涨上去了 突然买不起了 so what 对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的区别 那么咱们如果说看屏幕上 另外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的absorption rate 吸收率 对吧 那么你看sales to new listing ratio 现在就是去年4月份上100套 能卖66套 现在只能卖42套 对吧 那么你猜一猜 咱们现在的这个就是库存量 涨这么多 是condo还是house 带来的这个 井喷式的增长 但是上个月我肯定猜condo 但你现在让我猜呢 逻辑上来说 它就肯定是个surprise 所以我就猜house 对 condo市场确实目前是更差的 但是这个月的4月份的井喷 喷的还真不是condo 被陈律师猜对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屏幕上这个 咱们刚才看到这个active listing 就是库存量 对吧 它增加了这个 一下子跟去年比 增加了8000套 跟上个月增加了6000套 它是哪来的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 condo 我们看一下 缓一点感觉 对 就condo的这个增加 稍微缓一点 是上个月是5800 这个月是7000 也就是说涨了1200 一共涨了6000 condo涨了1800 那剩下的就是 house呀 半独立呀 townhouse这些 对吧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condo这一个月并没有说 它虽然也在涨 但并没有说井喷 但是它已经很多了 对吧 你想condo现在已经7000套了 那么未来几个月 大概率 你看这个 就看你季节性的话 它也继续涨的话 今年是有可能破1万套的 对吧 condo你知道 如果咱们看一下 现在跟2020年比 这条 粉色的线 是2020年 你还记得2020年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那个疫情的那个 疫情 对 疫情4月份开始的嘛 对吧 那个时候condo 既租不出去 也卖不出去 所以condo库存 一下当时涨到了7700 是在这个10月份最高点 而往年 其实每年你看 它其实就是说 这个季节性 都会让这个库存 是往上走的 基本上到了7、8、9月份 对吧 从3、4月份到7、8、9月份 它库存量是一个增加的一个过程 大部分年份都是这样 所以说现在就是刚刚到了4月份 就已经到了这个当时的疫情期间的这个最高点了 对吧 所以说未来如果说这个降息不发生的话 那么condo卖家更多人来上市 而且今年你知道第一季度就是多少这个楼花在occupancy 很多啊 我5月份我跟你讲6月份这个库存 肯定会动的一下晚上跳 因为我5月份的交接就是final closing 多到就是我都数不清 都是新楼花交接 全部都是 对 今年你知道新楼花第一季度已经occupancy了一万两千套 那么如果说你每个季度都这样的话 那今年出个什么四五万套的房子交接 对吧 当然不是每个都会上市卖或者租 但是的话呢 那也是很多的增加的这种叫shadow inventory 就是影子库存 是你现在在这个数据上看不到的 但确实存在的 对吧 因为你作为一个买家 我可以买一个新的二手房 我也可以买一个楼花转让 都是我作为我的选择 对吧 但是楼花转让是不出现在这个数字上的 所以说它很有可能像你说的 咚一下子 对吧 库存量就是继续往上冲的话 那冲过一万套 它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这个是作为condo的一个状况 但是这个月的暴涨并不是condo 对吧 那么库存增长的罪魁阔首 就是看屏幕上独立屋 你看这个月的这个active listing 真的是从上个月的四千两百九十二套 就算四千三吧 涨到了七千六 一下子这三千三 对吧 这六千里面三千三都是独立屋涨起来的 那前几个月因为独立屋卖得好嘛 所以有很多人可能也是想这样 还是上市试试吧 对 现在独立屋整体的价格还是不错的 对吧 比如说你看这个average price 我们可以看一下你跟过去几年比 除了2022年的这个高点 对吧 你可以看到独立屋的这个价格还是坚挺的 而且比去年对吧 看起来好像还好一点 虽然不是每个区都这样 它只是比2022年的高点低 但是总体来讲甚至比去年的这个高点都不差很多的 对吧 所以说现在还是有很多卖家 他抱着一个趁着市场还比较乐观的心态的时候 我赶紧把我的房子趁我renew之前卖了 对吧 这个确实 或者说有的有的卖家想想换房子 他觉得趁这个时候我房子能卖个好价格 然后我再趁着库存量比较多的时候去减个漏 这样的卖家其实很多的 对吧 那个我们其实刚刚卖掉的这个房子 就是属于类似这种情况 这个卖家 大家看屏幕上 他就是想换房 属于downsizing 对吧 大房换小房 那么这个房子 其实我们是前天刚刚把它卖掉 这个房子它是我们上市 叫价188万 最后卖了206万6 它是在Markville的这一个学区房 当时我们这个也做了很多学区房的这个宣传 当时在这个房子的staging上面 我们就下了一个功夫 就是把它的书房 当时这个房主真的就是他的儿女都非常优秀的那种 多伦多华铁卢大学的这些高材生 对吧 我们把它的这些奖状 还有他们高中就是优秀生 最高top of the class 毕业那种奖状全都挂在墙上 展示这个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养人 非常吉利的一个风水宝地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上市之后 当然也做了很多美化 虽然房子装修并不是很多 你看地上还都是厅里都是地毯什么的 对吧 但是我们还是通过这个美化 然后吸引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买家过来看房 最后8天把它顺利卖出 而这个价格确实你看跟过去的 你看4月份也有卖的 3月份也有卖的 同一条街上 对吧 那么我们2006万6 也跟别人的价格比别人都高的 对吧 甚至跟2022年的比 也比它更高一些 对吧 就同条街至少卖到还是一个最好的价格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对于卖家 很多他并不 并不贪心说 哎呀我一定要卖到什么2022年2月的那个最高点 他只要不是说这种想法的话 那其实 如果好好卖 还是能卖掉的话 他这个时候换房子 其实就可以去比较容易的去选择 在很多库存里面 因为现在很多房子它是卖不出去的 能卖出去的房子 咱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absorption rate只有40% 对吧 那么还有很多房子 他卖不出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砍价 而这个时候砍价有一个诀窍 就是说 你不要看到一两个房子 卖家像你说的 心态很好 不着急 我不砍价 这个房子我肯定不降价卖 你下个offer人家不理你 你不要就灰心了 在这个时候 因为总有着急的卖家 很可能就是说 我们之前另外一个房子 就是135万 帮客户在一个很好的区 买了个半独立 对吧 那么真的这个客户 他的budget就135万 而这个区的半独立 都卖140万以上 所以说我们碰了很多币 卖家都不理我们的 我们就说135万不能再多了 人家卖家说不行 你看邻居都卖了140万 我们凭什么135万卖给你 我们下了五六个offer 都是碰壁回来的 就同一个房子 不是 就是五六个不同的房子 类似的房子 对吧 第七个就碰上了 这个卖家真的就着急 对吧 哎呀好了好了 便宜一点卖了 对吧 但是你说 当然作为经济会辛苦一点 对吧 你要多看房 多下offer 但是是有的 不是每个房子都这么顺利 能卖出去的 对吧 我一开始以为你说同一个 我想说你好烦 我要去卖一下 还关门 同一个 谈七次那也有点过了 那townhouse最近怎么样呢 因为我看我们那个小区 有一两个townhouse 真的是卖的好贵了 什么165 170万的那种townhouse 就觉得感觉 是不是townhouse市场又变得有点疯狂 townhouse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 这个月 之前我知道很多townhouse就抢得很厉害 因为townhouse毕竟它的月化库存量 还是最低的 对吧 你看屏幕上 我们现在看的是freeholdtownhouse 对 它的月化库存量只有1.9 对吧 独立屋是2.4 2.4 那么condo是3.5 对吧 所以说相比之下 这个freeholdtownhouse的月化库存量 还是最低的 但是它这个月 你看库存量也涨了 它从上个月的716 涨到了这个月的1234 这个也涨了就是将近一倍 对吧 而且不光是这个freeholdtownhouse 它这个condotownhouse 其实也是类似 但是它的增长的这个幅度 你可以看到跟去年相比 对吧 去年是735 现在是1300 而且跟上个月相比 上个月1100 现在是1300 对吧 当然它的跟上个月的增幅 它跟condo更像 对 稍微缓一点 但是的话呢 它跟去年相比 库存也多了很多 所以说现在其实townhouse 这个月也是有很多的房子 它这个不是很好卖 而且抢offer就是原本预计 就是应该有一些offer的 结果一个都没有 对吧 这很常见 昨天我们还去 就是想下一个offer 但是最后没下 因为这个townhouse的业主 他是2022年高点 150万买的 他现在叫价110多万 抢offer 但是的话呢 他就可能因为叫太低了 大伙都不敢下 结果昨天一个offer都没有 我们也没下 我们也想那关注一下吧 谁知 因为他买的价格太高了嘛 他又叫那么低 虽然人有点摸不准 他想卖多少钱 我猜这个卖家应该不会说 想卖到当年的高点的价格 因为毕竟不太实际嘛 那肯定也是至少想卖140万这种 对 我猜是这样的 但是的话呢 很多买家在这个时候 看到这种差价 他就不敢去动手 他不像之前那么的火热的市场 大伙都想看看 他到底想卖多少钱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抢offer 我们之前说 通过这个案例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定价的时候 在目前这种 有点不温不火 库存猛增的 这种市场下 有时候你 叫价太低 不一定是好事 像比如说 咱们看屏幕上这个房子 我们其实叫价并没有很低 188万 对吧 在同一条街上 之前 比如说 你看这个206万的 当时卖的这个市场 稍微更活跃一点 当时叫价是160多万 他抢到206万 对吧 那我们其实在现在 因为我们看到了 这位库存明显多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叫价过低的话 你可能会带来更多offer 但是你可能 可能吓跑了 那一两个认真的买家 因为他们一般 现在认真的买家 就是说 他不太想跟人疯抢 都比较理智 但是他有这个实力 去买到你的心理价位 他也看你这个房子 可能 比如说 来的offer 一两个offer 或者没有offer 他还愿意来跟你谈 对吧 那么你的房子 要是五个offer 八个offer 他就想 那我等你们去抢吧 对 还有别的 对 因为有很多别的选择 对吧 因为他 他现在 就是说 可能贷款什么的 都ready 他的选择 其实蛮多的 所以说 结果 你这五个八个offer 因为你叫价太低了 然后的话 反而 就是都是那些低价的offer 都离你心理价格很远 你反而把那个认真买家吓跑了 对吧 到时候你open house 来的人乌央乌央的 门口都排队 进不来那种 人一看 这房子这么抢手 算了 算了 我不去抢了 对吧 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定价策略 在如果热的市场 如果一月份 我肯定也交价160 强到200多 对吧 但这种市场下 就没有这样的去定价 反而我们定价188 来的人数稍微少一点 但是每一个来的买家 都是认可 我们这个交价范围的 他才会来看 因为你给人家画了个饼 你现在给人家画的饼 就是你看 我很合理 所以你可能可以捷到一个low 可能190万就能买到了 然后大家就来了 我们确实收到过几个 190万的offer 然后当然这个offer 我们就没有接受 对吧 就是它属于 玻璃offer那种 但是到了那个 真的下offer那天 当时的190万的offer 最后看到 有几个认真的买家 来互相竞争的时候 那么他也能抬到 我们的这个需要的价位 对吧 但前提是 他可以看到这个房子 还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就没有说疯抢 那种状态 对吧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在现在卖房的时候 你要根据目前的市场 来定你的策略的一个关键 这个房子 这个价格我觉得OK 就是不会上那种 什么小楼树说 这个买家是个接盘侠 什么的 就看着就OK 就你作为卖家 买家都是点个筒 OK 对 就大伙都还算是比较开心 都比较认可 对吧 都合理 这个其实也就是 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对吧 到时候也不会说 银行评估什么的 在出什么很大的问题 最近其实贷款出问题的 还蛮多的 那我们刚刚有讨论到这个 无论是卖家还是库存量 这个月都大幅度增长 那到底是哪一些区域造成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亥群芝麻 对这个区域的亥群芝麻 那其实这个月 我们先看一下独立屋 独立屋 你还记得 它这个增幅是最大的 对吧 其实增幅比例 它是跳涨的 它几乎是竖着了 竖着的那个 上去的那个 对吧 所以说每个区域 其实它的这个库存 都增加了不少 但我们看一下相对 相对的多少 大家看一下屏幕上 相对来讲 这个约克区 它的库存量 其实增加的还算是少的 61% 就是它已经是最少了 而且这是一个月 一个月增加的库存 也就是说 上个月 比如说有10个房在卖 这个月就变成了16个 对吧 所以库存量增加了 但是你看其他地方增加的更多 多伦多西区 我这个抽100的 就是增加一倍嘛 然后像杜兰区 Durham 对吧 Halton区 还有这个多伦多中心 就是北约克 中城 对吧 都增加了90%以上 它一下子多了很多库存 当然买家的这个变化 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热度 月化库存量 对吧 单纯从库存来讲 你可以看到 独立屋 其实确实 在这个 这一个月的猛增的这个比例 在各个区都是类似的 约克和皮尔区还相对少一点 所以说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月的这个月化库存量的变化 多伦多其实东区它是就都变慢了 这一个月月化库存量热度都在变慢 但是变慢的相对少的是靠东的地方 多伦多东区和Durham 就是Ajax 在Pickering Widby那边 变慢的 比较多的 首先是多伦多的中间 最贵嘛 北约克 Midtown 它贵 所以这个月库存多了 更不好卖 然后第二是约克区 这个你们有发现 库存明明增加最少的 可它为什么 月化库存量增加的反而是比较多的呢 因为就那边不好 减漏了呗 对 买家少了 对啊 就是说买家不出手 你看哈 约克区买家是出手最少的 就比上个月买家还少了 总体来讲 4月份比3月份买家不是多了吗 对吧 但多的都是其他的这些区域 别的地方看得眼花缭乱的 谁管你 就上61% 对 就是说别的区 因为确实它选择也多了嘛 选择多了 它可能卖家之间竞争就多了 所以说更好砍价 约克区的话呢 因为可能大部分就咱华人比例也比较多 大家可能这次都比受了2017年的这个洗礼之后 这次咱们华人区总体表现比上次强很多的 咱们还能多硬撑一会儿 对 能硬撑的比例比较多 所以说约克区库存量增加的是最少的 但是买家也是最少的 所以越化库存量约克区这个月还是恶化的比较多的 但是主要是因为买家少 所以如果说你在约克区卖房子 那么有价无市的这个概率是蛮大的 就是邻居明明刚卖了 比如说140 你也挂140 你就是卖不掉 这种情况就非常多 所以说你在约克区卖房 这个时候要做好这种准备 在你设计这个卖房交价策略的时候 你要想到买家变少 和有一些区域你看 比如Scarborough 多伦多 就是说它毕竟方便 它有便宜 它买家还是多的 它只不过就是库存多了很多 但是还有很多买家在找房 对吧 就是你只要够吸引人 还是有人来给你下offer的 所以你刚刚花大饼的那个肯定就是约克了 对 所以只来了三个offer 但是还是非常开心顺利卖出去 但是也确实不容易 不容易 而且周围有很多卖不出去的 那现在感觉市场就是比去年对比起来差 那是不是价格也跌了呢 对 这个是个好问题 我们今天刚才讲的这些没有太focus on价格 对吧 因为毕竟在总体数据上 价格的这个 对于我们的指引性不是很高 因为它毕竟是个平均数字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眼 就是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 独立屋的平均价格 比去年看起来好像还是高了一点 对吧 那么它看起来比上个月也是高了一点 就像你之前说的 好像成交的这些价格还可以 但是有很多不成交的 对吧 不成交的那些就挂成库存了 所以说目前看着好像价格 无论是跟上个月比 跟去年比都还可以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细分到这个每个不同的区域里面 它其实是有区别的 你看独立屋 它们就是4月份跟去年4月份比 那么目前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区域平均价格是比去年还高一些 有一些是比去年低的 对吧 那么你看比去年高的价格 就是多伦多的西区 还有Houghton Oakville Burlington那边 皮尔区 对吧 就价格还是看起来比去年4月份好一点 约克区基本上就是没怎么太变 那么Durum区也是跟去年基本上是一致 多伦多东区就是释迦堡那边 看起来平均价格比去年还低一点 对吧 所以说它不同区域的表现也确实不太一样 这是独立屋 这是独立屋 那我们看一下Condo Condo的价格其实跟去年同期相比 它不同的地方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多伦多Central和多伦多东边 就是释迦堡东约克 Condo价格倒没有低 还就是说小涨一点 对吧 那么在其他的这些905地区 周边的地区 它价格过去这一年 其实看起来就单从价格上 还比去年低一点 所以就是多伦多Condo还是能扛打的 多伦多Condo主要是因为 过去这几年就没涨 从2021年就开始 就开始慢慢的 就是对吧 就过了那个peak之后 就开始下跌 现在很多Condo 价钱卖的还不如2021年的价格高 对吧 我有想过这些Condo 2021年65万买的 现在挂62万 正在卖的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一年 Condo它已经跌到 在被地上蹂躏了好几年了 它稍微有点 对吧 就是说缓冲它也是合理 但是905地区 在过去这几年表现是不错的 它价格是在涨的 所以说这一年 其实并没有太多继续涨 也是可以理解 对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 但它价格看起来没涨 不代表它的热度就低 我们看一下这个热度来讲 还是当趟是最凉的 对吧 它虽然价格平稳 有价无市 相当于 但是热度 就越化库存量是最高的 那么这个其他的区域 你可以看 Houghton区 杜兰区 对吧 这些周围 多伦多东区 约克区的Condo 它的越化库存量 这个增加的还是相对少的 这个是跟去年对比 就是说 是比去年慢 但是还是Downtown 比去年慢的更多 它只是没有体现的价格上 而已 对吧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 现在目前Condo的 这个热度变化的 这么一个区别 所以说 对于这个库存量来讲 目前Condo 跟去年相比 库存量增加最多的 是约克区其实 然后这个 多伦多市中心 还有北约克 排第二 Etobe Cook那边 排第三 也就是跟去年比 这几个地方 是库存量 卖家竞争 但是价格没有怎么变 所以说明就是 卖家死降的地方 对 卖家死 硬撑的地方 对吧 就是说现在还没有 没有到达一种 哎呀我 多少钱我都要卖 我还是要撑到 这个 就大家还是比较有实力 对吧 但是这个 库存量确实 增加的蛮多的 如果你看 就这一个月 从三月到四月 我们来看一下 都是哪些地方 卖家 就是猛往上上盘 你看还是 Downtown 对吧 多伦多的西边 Etobe Cook和Downtown 真的就是卖家 使劲的往上 上New Listing 对吧 但是现有卖家 又不想降价 试试吗 对试试 对很多人确实是试试 因为在这个时候 夏天快来了 很多卖家想 我先试试 到不行 我七月份就转出租 对吧 所以说最近就是上来试试的 卖家特别多 然后这一个月 约克区和皮尔区 也是Condo上市的 就都蛮多的嘛 对吧 那么说到租金 你知道 最近 2024年第一季度的租金 你感觉比 跟去年比怎么样 也差不多吧 2024年第一季度 的Condo租金数据出来了 对吧 你看 平均是2727 就所有的户型类型 加起来的平均 那么 跟过去两个季度比 它是下降的 当然我知道 现在4月份的租金 比123稍微好了一点了 我相信下一个季度 我们会看到 租金的这个价格 会开始往上 回调一点点 但是目前 第一季度的租金 跟去年的第三季度 就是7、8、9月份的最高点相比 还是低了一些的 那跟去年同比呢 去年同比 2,760 现在2,770 所以你感觉是非常的准确的 这个第六感就是厉害 那么现在租金 其实它的这个范围 还是在过去几年最高的范围 这个大下跌就是当时疫情的时候 对吧 这个是Condo 但目前为什么很多卖家 总感觉房子租不出去呢 因为他老想跟这比 看到我的邻居都租挺高 我也挂那么高 那其实就不好租的 对吧 但是其实你看 租房的这个市场 就是它还是在 就是租房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的 这些年 对吧 不是人口密度大 人口多了嘛 对吧 而且的话呢 你看就是Q1 第一季度租了一万两千五百套 对吧 比上个季度 比第四季度 还是人多的嘛 对吧 当然年底大家租房也普遍少一点 你猜租房的人数和买房人数哪个多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有个感觉 是吧 租房的其实这几年 确实比买房的多了不少 你看现在 刚才我说 第一季度租掉了 Condo他在大多伦多地区 租掉了一万两千五百套 Condo只卖了四千七百套 也就是租房的人群是买房的大概三倍 你再往前看 你看到2016年 你看租房跟买房是一样的 都是八千多套 对吧 就是说你看买房的人数 这个黑线是买Condo的人数 这几年 他除了2021年有一个跳涨 其他其他都是一个大方向是下跌的趋势 对吧 那么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呢 其实越来越多的 他把租房 尤其是这个Condo受众人群 把租房当做了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 我那天在看有一个博主 就是说 现在最值钱的就是让自己能够非常的mobile 就是因为世界上的opportunity越来越多了嘛 就不要买房 就是要让自己随时都可以坐着飞机 就飞到别的地方去找新的机会 所以年轻人可能就是有这个感觉吧 对可能是 而且现在就是说利息高了嘛 所以觉得这个买房的这个机会成本就又增加了 对吧 你利息也高 管理费也高 对吧 而且的话呢 交易费用也很高 对吧 而且我做租客我可以欺负房东 对 确实对租客的保护也是越来越多嘛 所以很多年轻人觉得 以前是觉得因为买房的成本低 对吧 一个Condo比如说租3000 他买房他的利息管理费地税加起来 可能才2000出头 他觉得那才是买房合适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 现在这几个加起来至少4000块钱 他觉得那我凭什么去买房 对吧 那陈律师你觉得 现在大家其实工作都不要mobile 对吧 那比如说咱们对比东伦多Downtown 和Markham的租房市场 你觉得哪边会更好一些 可能还是会觉得Downtown吧 为啥呢 因为住Markham的话 好像感觉大家还是 我认识的人都是有自己的房子的 就是但是我认识的在Downtown的很多都是租房 OK OK 这个也是一个interesting perspective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屏幕上的这个数据 这个图可能之前没太见过 那么这幅图它是Lease Volume 就是我们租房的这个数量 那么这个小绿点 这个绿点 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第一季度的总的租房的数量 目前咱们看的是Downtown 4101的这个区 就当它样的西边 包括了咱们大学附近这些condo 租房数量 你可以看到它明显低于2021年 对吧 它虽然比可能过去两年 租房数量还是多一点 但是比21年还是少的 那么它的租金跟去年比 咱们现在这个2024年的这个绿点 跟去年比还是会低一点 那这个当然它这个变化 我们如果说看到它不同的这个房子的数量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最近涨的比较多的 它其实是就是一室两室 对吧 它的这个租房的这个需求 在这个季度涨的比较多 那么在历史上 你可以看到这个在Downtown的一室 曾经是最受欢迎的 对吧 那么一室的居住的数量下降 其实是最明显的 说明大家觉得可能之前 被迫住那种Downtown小户型的 感觉我现在没必要在这工作了 我就 它住的不舒服嘛 对吧 它其实这个数量下降是最明显的 或者因为有一种可能是 开发商建房越来越小了 一室不够住了 也有可能 所以大家都是 你看粮食基本上就没什么变化 对吧 而且三室你看这个价格 下面这幅图是价格 唯一这个季度涨的 价格涨的在Downtown 就是三室的户型 其他的你看一室两室 这个Studio都在价格还是在下降的 因为我觉得三室的人很多是那种本来应该买房的 因为他家里面就有那么多人 但是买房现在又 比如说他又不觉得是个好机会 或者是因为经济环境太差 那他就supply and demand 对对 所以说三室这帮人还是有实力的 对吧 那么他们既然选择三室 什么他们对于生活的lifestyle 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而且三室的房子少嘛 物以稀为贵 对吧 我之前卖的那个就是大户形容 那不也是给三室的吗 同样的这几个图 再如果说咱们看Markham 它就不太一样了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Markham 它的这个过去的这一个季度的走势 你可以看到 它的首先租房的数量是最高的 它比2021年对吧 还高 历史最高的这个需求 没想到 价格也是历史最高 它不像Downtown比去年还便宜 对吧 Markham的这个租房 其实更是感觉一方难求 而且你看在Markham 数量增加最多的是啥 一时 one bedroom 而且而且它没有像Downtown那种 就是从高往下的那种趋势 对吧 就好像住在Downtown的刚需的需求越来越少了 而Markham你看它这个趋势 这个租房数量是往上涨的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 它即使是住这种一时的condo 它可能觉得 诶 住在Markham 其实更方便 更符合我的生活的需求 我只是不想花4000块钱去租house 对吧 但是我还愿意住在Markham 我不想住Downtown 所以说905地区的这个刚需 反而 因为租房反应的是最好的刚需反应 对吧 所以它的需求越来越多了 这跟Downtown形成一个对比 而且你看这个价格 价格明显的 无论是哪个户型都在涨 对吧 你看这个红的是两时价格 绿的是一时价格 黑的是三时价格 除了这个studio 在Markham就不要住studio了 对吧 没必要了 对吧 但是你看价格 它随着这个需求的增长 价格都是在涨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挺有意思 就是感觉年轻人 还有这些租房的这些刚需 它其实越来越在这几年 往905地区扩散 对吧 这个其实也是完美的解释了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 这个condo的价格需求变化的一些现象 那么对于未来 其实咱们刚才说的那些很多新的项目 交房 很多也是集中在Downtown的 所以它有可能会加剧 Downtown的这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 所以大家手里如果有condo的 对吧 那可能在Downtown的和在905地区的 它的表现 虽然总体都不很好 但是Downtown和905地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如果决定要处理这些房子 该留哪个 该租哪个 对吧 这个其实你还是要 根据数据的方向去规划一下你的策略 好吧 那么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给我们留言 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和email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